欢迎彰化建宪三百周年 彰化县政府在县力体育馆 举办了为期九天的彰化博览会系列特展 打造了四大主题特区 邀请民众透过了AI还有VAR等多媒体互动科技 更了解彰化 今天博览会正式开幕 也是因很多民众前来体验 大村国小学生们现唱优美歌曲 为彰化建宪三百周年庆圈 同时也揭开彰化博览会开幕仪式 张华县政府举办彰化博览会系列特展 打造四大特色主题展区 张华县长王惠美也变身导览员 带民众透过3D立体影像 了解县府新建设的整合式社府大楼 可以从零岁到一百岁的长辈 我们都能够在这栋大楼里面照顾 那他也透过这样新的裸式3D的一个方式 投影出来 展区里面利用AR投影 带民众穿梭时空 回到三百年前的彰化古城 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 还有AI互动 感受彰化过去历史 以及未来愿景 也有一连串的活动 包括有害三天的演唱会 还有我们的国宝级的明华园 孩子们爱看的耳童剧等等 白天有体验展览可以参加 晚上还能看免门票入场的艺文表演 为期九天的彰化博览会 要让民众有全新的无感体验 解带人帽 张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